3月4日,随着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在下达附属第一医院姓林分院办理出院手续,中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厦门市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清零,目前无住院病例。 连日来,该患者病情持续改善,已连续一周以上体温正常,间隔24小时,两次胭视子核酸检测均为阴性,血肠规和影像学检查符合出院指证。 经福建省医疗就职专家组评估,符合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。 随时做好一个应激的准备,随时做好一个接受新的任务的准备,我们确保整个疫情防控的最后生理。 截至3月4日,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35例,其中危重症患者7例,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就职。 目前,全部35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全部之余出院,无死亡病例。 据了解,厦门市已连续16天零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。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于当日对外发布公告称, 鼓浪雨,厦门山海健康步道等12个景区,除室内场管所,儿童游乐区域和动物展示区域外, 已于3月6日恢复开放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